2020年开始的欧美各国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避免了经济衰退 但通货膨胀快速的攀升 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和欧阳行相继快速加息 通货膨胀逐步回落 但也延缓了经济复苏的过程 得到